我的Youtube被盗用又消失了三個多月 但是現在回來了 那我很問號 為什麼會有人想要盜用一個小屁孩的帳號呢? 他腦袋是不是有問題 我的頻道被盜用之後 他們開始上傳一些奇怪的影片 開始直播一些自動打怪 垃圾影片 甚至還上傳一些 侵犯智慧財產權的電視劇 真的瞎 有些他們亂上傳的電視劇已經都被下架了 那還好沒有惹上法律問題 不然我就麻煩了 還有一個更瞎的就是 訂閱人數在一夜之間跑到了6000多人 真的瞎 為什麼人類這麼瞎 很多人喜歡亂上傳 亂分享一些未經授權的影片 要嘛你就買斷嘛 買斷你就可以隨心隨意的亂上傳 沒有人理你 要嘛你就買來看嘛 或者是租來看 就這麼簡單 我一定不會因為訂閱人數的上傳一些 非法未經授權的影視作品 這真的太美品了 希望那些外國人 雖然他們聽不懂中文 但是希望他們趕快退訂閱 管他了 反正我還是會繼續拍影片 因為 看來我大概是回不去了 接下來我有一個全新的計畫 簡單來說就是有五大項目 電競、攝影、拍片、音樂、畫畫 五大項目 這五大項目都是我可以樂在其中 開心做的事情 反正今天的影片只是想說 Hey! I'm back! I'm back!